甘肅敬遠一口井的故事 诉说与天真地的无奈 慈激协助村民下山 重建新村 在当地是大事 也是协助脱贫脱困 最成功的案例 想的绝对不是单点的 硬体的帮他们盖房子 我们想的是 如果让他能够脱离贫困 让他能够就绝就业 让他能够退更还领 海峡两岸继港澳慈善论坛活动 今年是第四届 以协作创新与专业服务为主题 慈激也分享了50多年来 救灾救难的实际案例 从2013年开始 论坛轮流在两岸四地举办 同为华人社会 希望能够推广最佳的模式 我们现实当中 我们也面临不同的一些社会问题 实际可以互相 两岸四地可以互相借鉴 分享经验 我们华人同文同种 所以对于问题的零售 看法 还有问题的发展 演进的过程 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经验的传承 彼此互相连接 大家都有心 要给予苦难人最好的帮助 带新闻知识美志工 叶桂兰 红为澳门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